每天都可以看到這篇 給台灣一個機會公開拍 這是李政總統親別所說的 這大報社跟半半講過 G7副英文 我們是非常感謝 就是說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很多人站出來來相挺來支持 我們都非常感謝 謝謝 這是醫療小組 在給李先生做建議的 比如說現在 還是不希望他出來做戶外的活動 用什麼場合 用什麼方式 他在思考中 所以今天等的這個姓海 就是他 他最後決定的方式 選情擠壓 李政總統可能不會來騎台路 但是李政總統這段歹就說得很清楚 他說民主政治就是領土這麼做 不好應該要落台 也特別替蔡英文 就任兩派關係 可能倒退這件事來消毒 他說無論誰人動選 中國都一定要跟我們台灣交往 兩派關係不可能有大變動 李政總統說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還比較需要有冷冷 建強 富澤林 對白身會疼熱的人來冷到 他相信創英文 請大家給台灣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機會 我自己是感到很感動 任何看完李登輝推薦信的 每一個字內容的民眾 我相信都會投票支持蔡英文 李前總統我要呼籲聲年紀大了 都90歲了 身體也不好休息休息 放手吧 讓年輕這一代自己去做一個正確的選擇 選擇他們自己的未來 李政緯前總統 親別下的牌 民進黨黏起來很感動 國民黨這邊是打拼的消毒 就是今天李政緯前總統這張牌 會把創英文假優很多票 民視新聞綜合報道 叫做鍋veland